大家好 圆异祥国家Anna Candy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边种菜一边堆肥 堆肥和种菜呢 共五呢 如何快速地打造生机盎然的盆栽 堆肥跟种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分享 在这样子的一个盆栽里头 如何来用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堆肥制作 然后中间该怎么样的去做管理 应用这样子的堆肥 如此持续的有机栽培的方法 你就可以获得健康的土壤 让植物的生长得非常的美妙 同时也可以保护这整个环境 栽种植最需要的就是 有持续的肥力可以让种植的蔬菜 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竭的养分 可以继续好好的成长 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而快速的方法 而且是最省力又省时 而且很环保的方式 就是在这中间挖一个洞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一个小小的花盆 来做堆肥 其实堆肥这样子堆肥的好处 就是你把整个家里的热色量减少 然后延长这些掩埋 还有减少污染 还有这些有机质放进去 这些除以残渣 它会转化成有机质的肥料 不只减少垃圾 也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 然后也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堆肥这样子的堆肥 就可以改善土壤的结构 让这个土壤有这种保湿通气这些功能 然后你也可以因此而减少使用这些肥料 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类似三明治的堆肥法 底层放了土 然后再放下自家的这些除鱼渣 把它放进去减少垃圾 然后上面再附土 就这样子让它的成长过程 会有充足的养分水分 过25天后 地瓜的叶片已经长满了 甚至有的叶片比我的手长还更大 这里头有两种地瓜的种植 这就是初期我们堆肥 你看这经过半个月 这所有的这个土一翻动 看得到就是这些除鱼渣也就是这些有机质已经被分解了 然后剩下的看得到的就是干燥的土 这如此干燥的土呢 我们就需要其实种地瓜呢 不需要太多的水分 然后我们这中间呢 会失以一点的这种溢肥的这个水 充这个养分 然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我做了第二次的再次堆肥嘛 因为你看哦 这样子的里头呢 就会有一些杂草 以及一些叶片开始枯黄啊 这些枯黄的叶片啊 还有杂草呢 我拔起来呢 就会再一次做堆肥啊 然后这些杂草呢 可以把它剪成细碎一点哦 可以加速它的快速分解哦 把这些杂草啊 放进去 还有放一些咖啡渣哦 这些咖啡渣呢 也可以调整整个土壤的酸碱值哦 那它也是一个很棒的有机值哦 然后会放这些 再加一个这个厨余哦 包括蛋壳啊 可以增加这个钙石啊 因为地瓜呢 需要后期需要比较多的领甲肥哦 然后生鲜的蔬果呢 蛋领甲都是丰富的哦 然后这些西米水也有微量元素啊 还有营养哦 然后这西米水也可以抗真菌的作用哦 帮助土壤的真菌的病虫害哦 把这所有的厨余啊 然后杂草啊 统统放进去以后 上面一定要记得再覆盖一层土哦 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它再一次的把营养出动到 这个种地瓜的这个盆子里头 让它的成长呢 时时都有营养可以吸收哦 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在盆栽种植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断的补击营养啊 促进成长 这就是最简单的省食省力省钱又环保的可以在耕种的同时 肥力不断的供应最简单的方式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 谢谢